- 原谅音乐 - 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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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最不想听到的声音 - 是火燃烧的声音 - 语音乐 - 想听到背空人的呼救声 - 唧音乐 - 锦铭声 呼救区的声音 被认为人清楚的 出事假地里 伴出的最有的呼救声 痛苦的报警 活着的爆炸声 我们并不是惧怕里面的危险 而是惧怕 我们无法将它安全地带出 吐鲁番自古以来 都是连接古代丝绸之路的 必经之路 天气比较干燥 而且极端的高温天气非常多 这对车辆的自身的安全 也是一个很高的考验 接着到7月份 我们一共接到的 处置交通事故的景情 多达40多起 尤其是像车辆 由于高温引起的轮胎燃烧 包括车辆自身有一些缺陷 导致的车辆自然事故 也是比较多的 喂 你好 喂 你好 那个音效是把小续招车了 警铃意味着任务 意味着我们必须要 尽快赶到现场 但是警铃就意味着 有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了威胁 你好 小续 你好 马上大十字开户了 能不能来 有没有人也没跑 有呢 有呢 能不能快来 G30高速 车辆火灾 车辆火灾 多功能消防车 其实我们最不想听到 这种报警的电话 一听到那个警铃 我感觉我头皮发麻 车辆救援 等到已经到达我们去 救援层次的时候 已经证明了 那个人也就是悲恐的 我们没到场之前 他可能还不会有 那么大的呼救声 只能说疼啊 但是他看到我们 就看到希望了一样 他那个疼痛感 就应该一下就爆发出来 他当看到我们的时候 那个呼救声音会特别特别大 一 二 走 害怕是 害怕我们来晚了 他就没有了 烧气的车 我们在灭火的时候 有时候烧的轮胎一下泄气了 大的炮灌车 它有天然气的那种气箱 有漏气的声音 火燃烧的声音 都会对我们在现场的人员心里面 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 还是得克服不是吗 我们并不是害怕出警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不愿 大家去经历这种危险 第一次接警的时候 这个场景太残念了 都不敢回忆 就是现场的那种场景 会出现身体不适 呼吸急促 身体会有那种颤抖 就是止不住 就是控制不了的那种 满地的碎片 包括在这个驾驶室里面 雪迹 整个挡风玻璃上面全是雪 两个车头已经撞到 就是面目全非了 其实刚开始说实话 就是听会听一些老班娘讲 看到那种雪林场面 你晚上会睡不着 当时是不相信的 真的是不相信的 我认为我已经见过很多东西了 你根本就不害怕这样子 但是当时真正的身临其境当中 你看到那种雪林场面 也是蒙的状态吧 往后会睡有着 真会睡有着 第一次接警的确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消防员在面对灾情 面对血腥的场面的时候 能够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 没有退缩 能够第一时间站上去 把人救出来 把被困的群众救出来 只能说是我们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每天都会训练 就是像一般这种40多度的天 我们这样一样是该正常训练 还是要正常训练 有的地方它可能有抗寒训练 我们这就是抗炎热训练 目的就是提高我们的技能水平 只有我们的水平提高了 才能在救援过程中 更好的拯救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只有我们的这个能力提高了 才对这个社会能做更多的贡献 今年是我们第二次支持 董车弟下策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车辆的安全性耐久性 进行一个检测 可以极大的减少 大家在车辆使用过程中 会引发的这种车辆自然的 这个事故的概念 也让我们消防员能够少听到一些 威胁生命安全的警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